12月13号 朱之文接受采访 首度谈及陈亚男和儿子的婚变问题 这意味着在网络上吵得轰轰烈烈的 陈亚男和朱小伟关系正是盖棺定论 到底陈亚男和朱小伟结合是看中了朱之文的名气呢 还是说两人确实是真爱 只不过抵不过人心莫测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小野传说 探索背后的奥秘 我们先来看看大一哥朱之文接受采访的片段 朱之文整个人眉头紧锁 看上去很没有精神 比之前儿子大婚时风光出镜的样子 老了不止十岁 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孩子长大了自己也管不了了 朱之文无奈的表示 自己祝福陈亚男 对于陈亚男此前在网络上控诉他的话语 朱之文一再强调 我不想回应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原本恩爱的小夫妻 仅仅时隔两年就成为了一对怨偶呢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小野还得带您一起简单的回顾一下 朱小伟和陈亚男的感情经历 和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全网疯传的 大一哥儿子娶媳妇视频的热度 持截然相反的 是整个视频号网友的态度 大家其实都不看好这对小夫妻 原因很简单 网友们觉得这个女人不单纯 朱小伟学历不高 整个人长得也不帅 甚至有些臃肿 反观陈亚男 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姑娘 虽然不算特别好看吧 但是也能归得上小家碧玉 而且小姑娘还是一名护士 学历也还过得去 凭什么看上了朱小伟 很快就有网友自问自答了 这也还不简单 陈亚男看上了朱志文的钱和名气了呗 同时网友还神预言 两人以后肯定会离婚 不管陈亚男对朱小伟是真爱还是假意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朱志文对于儿子娶媳妇一事 确实很重视 一方面出钱给儿子办了一场 比明星结婚还要盛大的婚礼 另一方面 则是朱志文给儿媳家的嫁妆 按照不完全统计 房子加车子总共有几百万 如果说这些都还只是猜测 那么陈亚男在结婚之后所做的一举一动 那简直就是在实锤这一切 宁可别看陈亚男多次澄清 称自己根本就不是看上了朱小伟的钱 而是单纯喜欢朱小伟的人 然而在结婚后没多久 陈亚男就开始了自己首次直播带货 为了增强知名度 陈亚男拉着丈夫朱小伟一起直播 偶尔还会拉着朱志文 在自己的直播间高歌一举 所以就算是首次亮相 此前没有任何的直播基础 陈亚男第一天直播就吸了几十万的粉丝 估计陈亚男自己都想不到 大一哥的粉丝效应居然这么大 如今他的粉丝已经达到了几百万 其中变现成了金钱 也是一个小镇姑娘想也不敢想的 按理说有了钱有了名气 陈亚男不敢按朱志文一家 起码也应该要满足于现状 和朱小伟好好过日子吧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陈亚男这个姑娘揭竿而起 竟然主动爆料 我和朱小伟已经分居了 所有人都觉得陈亚男看上朱小伟是别有心机 而从结婚开始 之后所有的事件走向 都向陈亚男别有所图发展 先是陈亚男在视频号里爆料 说朱志文把朱小伟带走了 因为朱小伟在自己身边不学无术 每天都是睡懒觉 自己爸爸妈妈叫朱小伟叫不动 只有朱志文夫妇才能叫得动朱小伟 所以他们就把儿子带回去管教了 在直播间里 陈亚男更是表示 自己和朱小伟暂时已经分开了 以后直播也暂时是由自己单独来播 一开始大家以为陈亚男只不过是在炒作 然而后续事件发展的 让人有些出奇不异 陈亚男单方面宣布离婚 还表示自己两次差点被绑架 朱志文却都没有任何表示 字里行间甚至有一种 朱志文找人绑架自己的意思 一时之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朱志文的身上 朱志文此前也一直保持沉默 反倒是朱志文的经纪人站出来为他发声 发出了质疑陈亚男的连缓气温 质疑女方结婚前你怎么不去直播 因为陈亚男在最开始嫁进朱家的时候 就是居心不良 那么到底陈亚男和朱小伟是人间真爱 还是说只不过是经济利益下的产物呢 小野不吹不黑 我们来摆事实举例子 其实当这个事件发酵到如今这个程度 最大的赢家还是陈亚男 据说他已经和某直播公司签约 今后主要的精力也会放在直播上 至于此前医院的工作 小野盲猜他应该已经辞职了 而且网络上有不少所谓的网红导演 都给陈亚男发出了邀约 表示朱小伟不要你 我来娶你 陈亚男我想找你拍电影 如今陈亚男虽然没有了形式上的婚姻 但是收获的热度及关注度 是作为普通网红一辈子都达不到的 这就得到了我们的第一点推测 或许这一切都是陈亚男事前谋划好的 只为等朱小伟往里头跳 一切就万事俱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 在陈亚男和朱小伟夫妻两人的关系当中 占主动权的一直都是女方 正如陈亚男所说 他比朱小伟大了三岁 很多时候都是以姐姐看弟弟的姿态 照顾朱小伟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陈亚男婚后火速直播 就让很多人怀疑 是不是事前已经准备好的 这并不能怪网友们怀疑 因为陈亚男在直播过程中的表现 实在是太成熟了 一点都不像一个新人 而在直播过程中 也多是陈亚男在主导 虽然把朱小伟也给拉上 但是朱小伟更多是像在当一个背景板 满脸的不愿意 如果陈亚男真的爱朱小伟 也不会逼迫自己爱的人 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从这里看 其实朱小伟要爱陈亚男更多一些 要知道 此前朱小伟因为长相上的自卑 一直不愿意暴露在镜头之下 如今他却愿意配合陈亚男 如果不是爱得太深 那真的没有别的解释了 其次 在结婚后 陈亚男和朱小伟之间的关系 两人哪里像是新婚夫妇 简直就像是两个陌生人 按理说 好不容易抱得美人归 朱小伟应该要感到高兴 才对 然而在后续爆料出的结婚视频上 新郎官朱小伟 在接新娘陈亚男的时候 居然倒在车上呼呼大睡 陈亚男在旁边是一脸无奈 同时在新婚后 朱小伟很少和陈亚男 做出亲密的举动 两个人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陈亚男还不止一次抱怨 在村民拍自己的时候 丈夫都不站出来帮自己挡一挡 那么是朱小伟做错了吗 小野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性格腼腆的朱小伟 比其他人更能够感受到 对方的情感变化 他从小就生活在村民的手机下 早已经知道 有时候别人的关心 有时候只是客气 而陈亚男就属于这种情况 各位其实可以发现 陈亚男性格活泼开朗 如果他真的想调节 和朱小伟之间的气氛 那有一千种办法 但是陈亚男没有 朱小伟不知道该怎么讨媳妇开心 所以只能在一旁充当傻子 再次您别看陈亚男是农村人出身 但是人家是一点没把自己 当成农村媳妇 在嫁入朱家后 那是一次都没有干过农活 唯一一次出镜帮大一嫂干活 还被喷屎作秀 那有朋友可能会说 也许是大一嫂心疼儿媳妇呢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 不过这也从侧面看出来 陈亚男根本没有融入朱家的圈子 他不过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人 最后一点则是离婚后陈亚男的态度 乍一看陈亚男的态度 那是杠杠的 表示会退回大一哥一家的彩礼前 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了 陈亚男当初靠大一哥 活起来的直播账号 却没有误归原主 相当于陈亚男日后 还是可以用这个有粉丝基础的账号直播 当然肯定有朋友说 小野 有没有可能是陈亚男一开始 确实喜欢朱小伟 只不过是后来失望了呢 您别说 我们还真不能否认这一点 陈亚男虽然看似柔弱 但是却非常有主见 这些从他自导自演的离婚事件 就可以看出来 你们所有人不是都在说 我靠大一哥吗 那我势必要向所有 看不上自己的人证明 我没有朱之文 也可以很成功 而如今账号做起来了 收入也有了保证了 自己早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护士了 于是乎 当初看上去高攀的朱小伟 如今也已经配不上自己了 由此平台更高的陈亚男 开始想挑战新的高职 我们也不难理解 不过归根结底 这些都是人家家里的家常事 连大一哥都说了 祝陈亚男幸福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也不过是薄一个乐子 以上种种都是推测 各位如果有什么新的看法 可以和我们交流讨论 大家对陈亚男离开朱小伟的决定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小野 我是让爱生活 爱刨个问题 追求真相的娱乐圈名侦探小野 就此别过 咱们江湖 再见